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欧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5日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视频会议 就中欧关系交换了意见 路透社报道说 默克尔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们还讨论了国际贸易 气候保护和生物多样性问题 双方还就新冠疫情抗疫合作 全球疫苗供应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交流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说 习近平表示 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确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尊重 精诚合作 而不是猜忌对立 零和博弈 三国领导人就非洲议题交换了意见 习近平希望欧方加大对非洲的支持和帮助 促使消费者经济复苏和绿色低碳发展 他还欢迎法德加入中非共同发起的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开展三方 四方 甚至多方合作 彭博社一天前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习近平本西期与德国默克尔和法国马克龙进行会谈 以避免人权争端阻碍双方的合作 中欧关系今年因人权等问题出现裂痕 今年三月 欧盟与美国 英国和加拿大联手 就新疆践踏维吾尔少数民族的人权而对一些中国官员进行制裁 中国当局迅速做出回应 宣布对欧洲十名个人和四个实体实施制裁 包括多名欧洲议会的议员 欧洲一些知名智库和学者 他们都曾就中国的人权问题积极发声 今年五月 欧洲议会还高票通过了一项决议 只要中国对欧洲议会议员和学者的制裁存在 就拒绝对欧盟中国投资协定进行考虑 根据决议 批准该协议的欧洲议会要求中国在议会处理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之前解除制裁 同样在五日 欧洲工业援桌会议发布的评估报告 阐述了贸易政策与当今一些最迫切的地缘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 其中还评估了如何处理与中国不断发展的贸易关系 新闻稿中说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仍然很复杂 中国的不断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战略挑战 欧盟需要投资发展这种关系 最终目的是要让中国进一步参与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公平竞争和贸易和商业环境依赖于公开和透明 以及尊重公民自由和权利的基本原则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 拜登继续呼吁未接种的美国人要接种疫苗 在拜登政府未能实现先前未独立日设定的疫苗接种目标后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7月6日再次呼吁未接种疫苗的美国人接种疫苗 以保护自己和其他人免受冠状病毒感染 特别是最近引发担忧的病毒变种 随着人们对Delta病毒变种在全美蔓延的担忧与日俱增 拜登计划将在白宫就COVID-19的应对措施和疫苗接种计划发表讲话 拜登政府之前的目标是在7月4日之前 让70%的美国成年人至少部分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上周五表示 已有67%的美国成年人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47%的美国成年人已接种两剂疫苗 4日晚上总统在白宫举行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上 宣布疫苗接种工作已取得部分胜利 他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白宫亲自问候了 1000名受邀的急救人员 必要服务工作人员和军队人员中的许多人 拜登在15分钟的演讲中告诉与会者 我们又开始旅行了 我们又开始互相见面了 商家们又开始重新开张和招聘了 美国已接近彻底摆脱疫情 今天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 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说 全美国正在一同重新回归 然而总统也告诫称 与病毒的战死尚未结束 新冠病毒目前已导致60多万美国人死亡 我们都知道强大的病毒变种已经出现 不过对这些变种最好的防御措施就是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是可以做到的最爱国的事情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 香港修订隐私条例会迫使谷歌 脸书推特苹果等撤离 一家包括谷歌脸书和推特在内的 亚洲行业组织警告说 如果香港继续实施修订隐私条例的计划 科技公司可能会停止在香港提供服务 这一警告是亚洲互联网联盟在一封信中发出的 该联盟的成员除了谷歌脸书和推特以外 还包括苹果公司 林英和其他公司 华尔街日报最先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 该联盟在6月25日写给香港个人资料隐私专员周立林的信中表示 你意中的香港隐私法修正案可能会使个人受到严厉制裁 在信中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制裁是什么 针对个人实施制裁不符合全球规范和趋势 亚洲互联网联盟的董事总经理杰夫潘恩 在这封长达6页的信中承认 你意的修正案关注的是个人的数据隐私和安全 然而我们希望强调 起底是一个严重关切的问题 在2019年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中 当议员的详细信息在网上发布后成为攻击目标时 起底问题受到了审视 起底一撑人肉搜索 是指公开发布个人或组织的私人或身份识别信息 反政府抗议者还披露了一些警察的家庭住址 和孩子们就读学校的细节 其中一些人在网上威胁他们和他的家人 亚洲互联网联盟表示 我们相信任何可能会限制言论自由的反其底立法 都必须建立在必要性和相称性的原则之上 前英国殖民地香港于1997年回国中国 并被保证享有自由 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说 这些自由正在被中国政府削弱 尤其是在去年出台国家安全法打击意见人士之后 中国否认这一指控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贝索斯今天卸任亚马逊CEO 贝索斯领导亚马逊27年后卸任首席执行官 将这一商业帝国交给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安迪贾西 贝索斯选择这一天正式交棒绝非偶然 27年前的这一天 1994年7月5日 他创立了亚马逊 接替他的安迪贾西 是亚马逊云服务业务的创建者和掌门人 从27年前贝索斯在西雅图自家车库里创建亚马逊 到成为年营业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商业巨头 只用了15年时间 贝索斯30岁时和妻子麦肯锡 来到很多科技初创企业的聚集地西雅图 怀揣着一家网络平台的创业蓝图 他从新兴的互联网中看到了机会 一开始只是网顾图书 他最初说服了家人和朋友投资自己的生意 在车库里开始了业务 亚马逊发展得很快 贝索斯在证明自己能成功经营一家网上书店后 就开始扩大业务范围 从玩具工具到其他商品引应俱全 还将零售商开放交易平台 亚马逊吸引的顾客越来越多 也成为受商家欢迎的平台 大家都意识到 必须在这个平台上有一席之地 如今的亚马逊已成为电子商务领域的巨无霸 据专攻数字领域的市场分析公司 eMaker的数据 亚马逊今年的销售额已达到3670亿美元 贝索斯的继任贾西 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 1997年来到亚马逊 在创建原服务平台AWS之前 他担任过公司不同部门的高管 近几年来 贾西经常跟随在贝索斯左右 被认为是他的得力干将 和想当然的接班人 公司最高层的交接 也标志着亚马逊一个时代的结束 贝索斯虽然不再担任CEO 但他没有离开亚马逊 而且仍是最大的股东和执行董事长 将继续保持在企业的话语权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